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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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对深中的初印象就是在这样一个一个视频一张照片中组成的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给我深中的印象就是这本书 这本2019年我拿到的《魅力深中》的一本书 它是一本深中诗传册 然后它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我数次拿起通篇阅读 但其实我记忆最深刻的并不是这本书里那些清北藤校的录取结果 而是那些在书中角落的学校食堂宿舍的照片 那些学校社团生活记录的照片 在吃惯了初中学校三菜一汤的情况下 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食堂选择 真的会让我两眼放光 然后学校的这个宿舍是一幅概念图 感觉它的气温营造得比我自己家还要温馨 所以当时我进到深中以后 我的第一想 我当时拿到深中的通知书以后 我第一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学校的食堂跟宿舍 真的有没有它食物这么好 它究竟是什么样子 于是在第二周开学 在我开学的第一周 我就开始更新我自己的我在深中系列的视频 在这个深中的新校区 那东西又和我在2019年的宿舍厕里不一样了 两千人的入里造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后学校的食堂长什么样 百传大战友哪些社团 这些视频都多多少少的 在我的视频中给出了一些答案 其实我刚开始做这些视频的时候 只是为了去分享一下我的生活 然后去渴望获得一些关注吧 希望让想要了解深中的学生家长 去更知道我们深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随着我做视频 越做越往后做 当我想到一个主题 然后把它完成的时候 我发现做一个视频对我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视频本身了 就像我去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做这个泥港美食指南的时候 我真的花了要两周的时间 去把学校的早午晚餐 各个食堂早午晚餐全部都吃了一个遍 照原来的我 我可能就吃惯了哪一个学校的哪一个饭 我就不会去吃它了 当我可能哪个饭要排很长的队的时候 我就不会去选择它了 但是为了拍这个视频 我真的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让自己去试到了学校各种各样的菜品 然后即使我要排很长的队 这个拍这个视频 也给了我十几二十分钟的等待一个意义 很多人说看我的视频 感受到了深中生活的丰富多彩 但其实我也是在自己去拍视频的过程中 才发现了深中生活的丰富多样 在我拍视频的过程中 我也充实了我自己 然后我刚刚在我的自我介绍中提到 我也是个公众号写手 那其实我刚开始去写这个公众号 其实只是因为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想给自己的友人会摊位进行一个宣传 第二个是 我想发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和故事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自己要写些什么 所以我给自己的公众号取名叫 碎碎念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公众号里 不会有什么通片的观点 也不会有什么的人看吧 可能就是我自己有些时候想到什么东西 我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当我知道游园会 当我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我知道游园会取消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我是非常伤心的 因为整个十二月份 我真的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不仅帮我的社团去做周边 我还给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摊位筹备了很多事情 我找商家一个个沟通 然后我去拿着自己的电子设备 笨拙地画这些产品和设计图 所以当我知道 一月一号真的没有游园会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是有点不甘心的 因为我觉得钱如果没有了 可以再赚 但是我花掉这十二个 这一整个月 这一整个十二月份 是绝对不可以亏的 也不能亏的 于是我着笔写下了这样一个公众号 我写下了我做这件事情 完整的点点滴滴 然后写下了我认为的 我收获得到的东西 当时其实写完后 也给了我自己本身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 因为这件事情告诉我 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坏结果的 有些时候吃亏也是一种福气 但是我想着 当时写完应该没有什么人会看 所以我写完后 我就跟我的同学去新年聚餐了 结果我吃完饭以后打开手机 发现我的朋友圈爆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转发这篇推文 然后我才发现 发现很多人转我的推文的同学 他们都是同样在为游泳会 进行筹备了很久的同学 然后我才发现 原来这篇推文 它不仅激励了我自己 给了我自己很多鼓励 它也给了很多 也同样在为游泳会进行筹备 也同样为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的人 一点慰藉 后来的一篇篇文章 一个个视频 我发现我都不仅仅是 在为自己的热爱发声 我还是在为 与我有相同观点 相似经历的人发声 在我自己充实自己的生活同时 我也在某些方面可以影响了别人 充实了别人 然后高一寒假 高一寒假 我在B站上偶然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 深中河的午餐时间 这个视频里面展现了几种鸟类 然后展现了他们在河里的样子 然后这个视频非常生动有趣 内容也非常的舒适安静 特别吸引我 当时我不知道也是谁做的 然后我也很想做一些这样的生态视频 结果我回到学校 才发现原来做这个视频的老师 就是我的历史老师 静万颖老师 然后高一下学期一开学 我就在深中河上去想要找一些鸟类 但是当时的我缺乏经验 结果我什么都找不到 我只能看到这样一幅照片 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有一次 我实在是找不到这些鸟类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一起去拍 拍那些食堂旁边的树 结果老师就刚好撞到了静万颖老师 然后老师看我们俩很奇怪 他们在学校食堂旁边拍那些杂草 然后于是他就拿起了一个很大的望远镜 然后答应说带我们一起去看鸟 果然有大师的指引 我们那一中午就看到了四五种鸟类 然后静万颖老师当时 带着我们去看这些鸟类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们是非常惊喜和意外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见到过这些东西 我们一直以为学校生活 可能只有我们大家同学老师的存在 而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小生物的存在 于是我开始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然后我每天中午都会在河边去观鸟 然后有趣的事情也是在这里 就是我去观鸟的时候 我发现我经常可以在河边 遇到静万颖老师 然后就让他跟我一起 让他带着我去看鸟 然后教我学习如何观鸟 更有趣的事情是 渐渐地这件事情 他从我的朋友圈散发开 就开始有越来越的人去看鸟了 因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经常常不止自己看鸟 我还带着我的同学一起去看鸟 然后很多同学也通过这件事情 然后自己自发地去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就到了四月份 我成为了ASIS基督片小组的组长 然后跟着整个项目组的同学 一起去筹备这样一个视频的制作 这让我就能进一步跟老师学习观鸟了 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多 有意思的让我惊喜感动的事情 我看到了雏鸟在小巢 在他的巢里张开嘴巴 等着他的妈妈给他喂食 我看到了河边的池路 在中午的时候捕捉那些鱼 我看到了成群的斑纹鸟 在河里洗澡 再到树上梳理羽毛 这些非常小的生活细节 其实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能看到的 短短的七分钟的一个季度短篇 我们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完成 但最后这个视频 它终于也如愿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布了 获得了一定的关注 但在此时我做完这个视频以后 我发现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意义 已经不只是这个视频本身了 我看到了我们学校近20种鸟类 然后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和特征 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 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生活慰藉 让我变得更加热爱生活 热爱生态环境 我不仅仅为 我发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不仅仅是在为我自己的热爱发声了 我在ASIS平台上可以作为一个身中人 分享了一个身中人的故事 今年的新生日月教育 就是由我们ASIS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完成的 然后在完成这个视频以后 我打开了两年前 我最早习到的那个2019年的入学教育视频 然后我很惊喜地发现 在这个评论下面有一句话 是两年前的学长学姐回给我的 叫做We'll wait for it here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评论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当时肯定没有想到 两年后的我真的可以站在 站在深圳中学这个舞台上 然后呢 在真正成为了ASIS Studio 就账号背后的人 随着我自己的阅读量 一遍一遍地往上涨 随着我的公众号 我的视频播放量 越来越多 我发现我自己分享的一些 很原原本本的生活碎片 它可能真的可以给一些人 带来莫大的鼓励 就像当初我在这个品牌上面留言一样 可能我不能说这个评论会成为 我进入深中的绝对理由 但是它一定在我很多很多时刻 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我热爱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然后我分享 在我分享的过程中 我获得了很多热爱 这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一起分享热爱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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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